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看啊 这个谁跳水的水花大 选手们用尽创意和努力 见起水花比最大 因此呢 也被称之为跳水炸弹 看到这里呢 我想起一个人 那位来自菲律宾的水花兄弟 时尚被受瞩目的没有任何战术分析价值的足球比赛 伦敦得比是在无数的槽点当中结束了 科斯塔无营长打开了碰瓷表演的大幕 近年来50岁的科斯塔老大爷呢 这脸长得老了 但是脑子都是卖灵光的 这次他的表现不是恶汉 而是神奇的碰瓷老大爷 目测这个碰瓷水平在东三丸干一年能够蹭出一套房子来呀 简直是让温格以及各路枪迷难以忍受 就连切和准备去切尔西更衣室揍他一顿 哎 不好意思 走错门了 根据多年看球经验的我 还是找到了集中对应科斯塔的方法 供大家自行学习 别问我是谁 我姓雷 这个民间牛人的生产地呢 已经从印度转移到了伊朗了 近日一名两岁的伊朗小萌娃在镜头前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体操技术 从九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体操 这个当爹的可是够很新的了啊 九个月会走路吗 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居摆设吗 他都把它当做训练的器械 什么电视啊 桌子啊 椅子啊 壁橱啊 不过看着孩子这肉肉的小腿还是够蠢萌的 在这里叔叔要奉献你一句 不是我打击你的积极性啊 体操世界冠军被中国包揽的时代还没有过去 啊 你这全当是玩健身吧 距离唐朝时期以胖为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日子了 但作为胖子这个世界上永恒存在的群体来说呢 他们依然来为博人眼球而努力奋斗着 这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28岁的女孩 呃 那个已经练了四年的瑜伽了 皮插倒立样样能来 简直是玩爆那些天天在鱼鸭店上冥想练完之后去吃什么的人 等等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 你嘛 谁说练鱼家能减肥的 话说回来 虽然鱼家不能减肥 但是绝对能把你变柔软 肉快掉没了 即日在纳布洛斯的海湾上出现了一艘豪华的游艇 据说还着火了 好在艇上的12个人被直升机救了出来 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艘游艇的主人正是纳布洛斯球队的老板 德罗伦蒂斯 然而他的球队5比0血虐对手 当德罗伦蒂斯在游艇上观看比赛的时候 尼玛 这剧情简直就可以拍一个纪录片了 不知道大伙是不是当时老板在 把火罐的时候不慎引着了床单引起的 总之 要赢球烧游艇 一甲刚刚开始 要取得联赛冠军 这个玉姬老板得包一个游艇公司了 烈日当空焦阳似火 又到了一年一度 天气偏偏肯定是炎热的军训日子了 来到了中国计量学院的新生们 练起了歹徒文风丧胆的毕少操 妈妈咪啊 太吓人了 警察叔叔快来 这里有几千人携带管制道具啊 据说很多大学区训早就有这项神奇的训练项目了 但是呢 仍然免不了女大学生遇到歹徒什么都不会的情况 我建议大家先把第八套广播体操好好学学才是实际的 不过看到这哥们的动作呢 我感觉我又是找到了童年 他实现了在足球场上一大十的局面 他上场九分钟砍下了五分效率 直至巅峰时期的阿联 他上场九分钟十五次被称为快男 他在中秋节前夜为我们奉献了一枚五人月饼 不要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球 因为他是来万豆腐斯技 好吧 后张汽车时代的沃尔福斯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呱呱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刚刚上场瞬间完成了五沙土不是开挂 这是在作弊玩实况 雅儿 为什么四